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正式出炉,在这份名单中,并没有什么让球迷眼前一亮的新星黑马,像王瞳,买提江,杨旭这些球员,之前就因为在联赛中表现出色, 入选国家队呼声就很高,此次入选李皮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,只是让球迷感到不能理解的是鲁能汉将金靖道,依然没有进入李皮法眼,按照金靖道的表现和耀眼数据,他必应在这份名单中有一席之地,金靖道在本赛季状态大爆发,却一直无缘国足征兆,这也是让很多球迷都想不通的一件事。 另外鲁能中场核心薅俊敏再次落选,让很多喜欢他的球迷鸣不平,在这份国足集训名单中,恒大再次成为了国脚大户,冯萧婷和高林两大饱受争议的球员,在经历了第二届中国杯,失忆,无缘国足征兆之后,这次靠着联赛表现再次入选了国家队,希望这两位国内一流的球员,能在这次集训比赛中支持而厚勇, 争取能有好的发挥带给球迷,本次集训名单中,王瞳,买提江,杨旭三大新人入选,备受外界和球迷高度关注,王瞳和买提江打动李皮最大优势就是能踢多个位置,王瞳作为鲁能93一代的领军人物,是公认的多面手,王瞳可以在场上踢右后卫,中类,后腰三个位置, 这是让李皮最终看上他的重要原因,之前上岗后房和新王身超一直深受李皮气重,也是因为多面手特性,才成为当红国脚,只可惜王身超没有把握好机会,因为在上一次国足集训比赛,私自佩戴项链上场,被中国足协重罚取消国脚资隔一年,正是王身超被足协重罚无缘国家队,才给了球风和技术特点, 和他非常相似的王瞳进国足的机会,希望王瞳能把握好这次机会,争取能在国家队站稳脚跟,91年出生的买提江跟王瞳一样,也是出身鲁能清训,这位A族小伙子在鲁能91清训中,算是硕果尽存的球员,跟他同一批的鲁能91球员,大部分都已经销声匿迹,买提江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球员, 刚出道就跳级到89国奥队踢主力,后来在高宏波第一次执教国足期间,作为年轻球员的他也是首次入选国足,只是让鲁能球迷感到遗憾的是, 这么一位能突善射的球员最终,没能在鲁能一线队站稳脚跟,这些年买提江转战建业和泰达两支中超球队,最终在泰达迎来了职业生涯巅峰,泰达队主帅斯蒂利克对买提江能力非常欣赏, 而买提江这次入选国足,也是众望所归的一件事,希望这位鲁能清训遗珠,可以在未来的国足比赛中斩稳脚跟,给球迷带来眼前一亮的表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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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